这是世上最恶心的超能力 男孩乘坐的汽车惨遭追尾车祸 还是连环车祸 在巨大的作用力下 前车的铁片如利刃般刺入车身 在危急时刻 亨利觉醒能力地穿越到前几分钟 躲过了连环车祸 可母亲则不幸地被前车后盖斩首 男孩亲眼目睹母亲惨死 在车祸停止后 亨利又觉醒能力地穿越了回去 近距离观看母亲的无头尸体 这给亨利留下巨大的童年阴影 只要一想起母亲 就会情绪激动地穿越车祸现场 一遍又一遍地目睹母亲去世 而且还是不同年龄段的自己 一起目睹母亲车祸的去世 永远沉沦在痛苦之中 无法逃离 亨利这种能力其实是疾病 叫慢性时间错位症 每次发病都赤身裸体穿越时空 除了不能带走衣服这个缺点 更要命的是 他不能控制穿越的时间和地质 每次穿越都是生与死的较量 所以亨利七岁第一次穿越时 遇见了28岁的亨利 是他自己教会了自己 如何穿越求生 这仿佛是一场循环 逃不脱的宿命 在刚刚觉醒慢性时间错位症的那几年 亨利每一次有机会都会找母亲 想阻止悲剧的发生 但总会被各种各样的原因阻止 眼睁睁看着悲剧重复地上演 那个情况就像如今的克莱尔和他 克莱尔以为反着亨利的想法来 是改变了历史 结果反而促使了历史的发生 不是他们改变了历史 而是他们成为历史的一部分 当老年的亨利穿越回来 并说出结果时 就说明此时的克莱尔他们无论做什么 都已经成为了历史的一部分 所以才有前文说的 无数时间段的亨利聚在一起 一次次目睹母亲被车祸斩首 却没有任何的办法 他们所能做的 就是每次穿越的时候 有机会能看基因母亲 说几句话就好 听完亨利关于未来何家的故事 克莱尔对亨利的认识进一步加深 更加的与亨利共鸣了 当然主要是老年的亨利 同时也感到悲伤 因为知道自己未来的幸福了 加在着太多心酸 却无法去改变 亨利看出克莱尔的悲伤 决定带克莱尔看看自己的母亲 图书馆里 藏着母亲遗留下的许多东西 亨利播放了一段母亲的歌声录音带 歌声完事后 有一段母亲的问答环节 亨利便提议克莱尔提一个问题 让母亲回答 克莱尔不觉得这个能实现 犹豫再三后 表示他想知道情侣是怎么在一起的 怎么发生的 亨利笑了笑 继续播放录音机 而里面赫然是母亲对克莱尔的答复 这让克莱尔很是震惊 原来此时的亨利暗下发誓 下一次穿越时空碰到母亲时 一定要帮克莱尔问这个问题 所以早在克莱尔出生前 答案就已经出现了 因为想珍惜来之不易的幸福 所以情侣才会在一起 让那份幸福消失的晚一些 听完母亲的问题 克莱尔热泪盈眶 亨利也发表自己的看法 对于未来的人来说 过去的历史是没办法改变的 但对于现在他们来说 未来是他们创造的 不是因为有了那些历史 他们才去寻规蹈矩的相爱 是因为他们相爱了 才有所谓的历史 听完亨利的话语 克莱尔顿悟了许多 之后的日子里 克莱尔开始以平和的心态去对亨利 不再是老年亨利的替代品 渐渐的 他们发现了自身上的优缺点 也认识到未来的许多朋友 一个男人最痛苦的戴绿帽子方式 不是被别的男人戴绿帽子 而是被自己戴绿帽子 连生气的理由都没有 就在刚刚 41岁的老年亨利又一次穿越了 赤身裸体地出现在大街上 这当众六鸟的恶劣行径 吓坏了许多路人 吸引了警察的注意 老年亨利只能连忙逃窜 去寻求这个时空的克莱尔帮忙 此时的克莱尔正在和年轻亨利约会 由于两人还没有同居 房间里并没有老年亨利的衣服 他只能挂着空档行走 克莱尔看到自己心中的成熟版亨利 深爱着自己 吃起自己的错 言明他正在四人情侣聚会 老年亨利不想暴露秘密 就快点离开吧 老年亨利不屑地一笑 按照他的历史记忆发展 今天是他们在最重要的亲朋好友面前 暴露秘密的时刻 他们应该主动去接受历史 年轻亨利闻眼脸一黑 却也没有拒绝的借口 只能配合老年亨利暴露秘密 并且眼睁睁地看着他出镜风头 老年亨利身上披的袍子 就是当年他和18岁的克莱尔共度粮宵 压在身下的那块毯子 这块毯子陪伴克莱尔的一生 老年亨利很是照顾这些亲朋好友 面对他们对未来的渴望 他留了一些彩票和股票走向信息 让这些朋友过得潇洒一些 但此时前女友突然想到 为什么亨利看向他的眼神 像是在缅怀故人一般 看到亨利低下头的悲伤模样 前女友便肯定了答案 他含着泪地恳求亨利 告诉自己是怎么死的 他希望是赤为禁物的快乐中死亡 而不是想起悲伤的割脉死亡 老年亨利不愿意说 只是表示所有的事物都会失去 没有什么是不会死亡的 知道这些又有什么意义 自己今年已经41岁了 穿越了也有几千次了 从没见过42岁的自己 要么就是找到解药 脱离被动穿越时间的噩梦 要么就是死了 自己的时间也已经不多了 但自己从未想过逃避 而是完成该完成的一切 话音刚落 亨利就再一次消失了 其实这些话不仅是对前女友说的 也是说给克莱尔听的 爱情走到最后 都会因为人的逝去而逝去 人生只有一次机会 妖珍惜当下 珍惜眼前人 看着亨利恳切的模样 克莱尔一时不知说什么 只能紧紧地报警亨利 她模糊了自己的爱情 不知道自己现在是 爱年轻的亨利更多一些 还是爱老年的亨利更多一些 但两人的关系仍在突飞猛进着 很快就到了见家长的环节 这个环节亨利是恐慌的 克莱尔则是忧愁的 亨利对此很是不理解 他询问克莱尔为什么难受 克莱尔不愿意说 等到了克莱尔的家里 亨利才知道真相 克莱尔的家人属于一本正经 又自视甚高的类型 除了当美术艺术生的克莱尔 和理发师的妹妹 其他人都是出身名校的高材生 父母为此对克莱尔姐妹恨铁不成钢 大哥也因此没少嘲笑他们 在聊天中 父母对亨利都是嘴上笑嘻嘻 语气里不屑一顾 因为亨利只是一个图书馆管理员 直到知道亨利的父亲是小提琴家 王母是歌剧演员后 才对亨利的语气稍微好一点 回到房间休息后 亨利通过窗户看向秘密基地 询问他们就是在那里出狱的 亨利想去那里看看 可克莱尔拒绝了 秘密基地是他和老年亨利的独属地 是他幸福的童话王国 秘密基地不属于年轻的亨利 至少现在是 那些他和老年亨利的玩具 充满着爱与回忆 可在年轻亨利的世界里 只是第一次见的普通物品 没什么有意义的地方 年轻的亨利和老年的亨利 一个是过程 一个是结果 克莱尔始终无法把他们弄在一起 他只能抱怨有时按照顺序的坠入爱河 也是一种幸福 亨利也很悲伤 这种乱续的恋爱 让他感觉无论如何努力 都无法改变 克莱尔心中都有另一个男人 十分的不满 在亨利的安慰下 克莱尔强迫自己学会放下戒地 去接受眼前的亨利 然而到了临门一角的时候 亨利因为兴奋紧张 又一次被动地穿越了 男人赤身裸体地出现在大街上 他不是想跃下遛鸟 但很不幸的 他的鸟飞翔时砸到一个男人 男人第一次知道鸟的滋味 气愤地要和亨利单挑 两人随即撕打在一起 本来亨利占据上风 谁知男人还有一堆帮手 双拳难敌四手 亨利很快就被打到在地 关键时刻 是亨利的好友大胡子出现了 在他的一阵胡扯下 小混混被吓得刺散而逃 亨利也因此被救下 亨利和大胡子是最好的朋友 也是最差的朋友 因为他们都喜欢着克莱尔 而且在克莱尔叛逆的时期 两人还是同道中人 所以他们的关系一直贼差 见到未来的大胡子 亨利想问未来的这个时刻 他和克莱尔的关系怎么样 小胡子一阵支支吾吾 这让亨利感到十分的不安 准备追问下去 穿越的时候又要到了 大胡子告诉亨利 记下现在穿越的时间 一时间将时间记下来 让克莱尔他们知道未来的安排 但亨利自己却躲在卫生间里 不敢让克莱尔看见伤口 因为今天是他们见家长的日子 楼下就是克莱尔姿势甚高的父母 如果这身伤口被父母看见了 他们的未来就毁了 他只能恳求克莱尔帮忙遮掩一下 不要让自己为难 其实他不说 克莱尔也猜到了大概 让亨利好好地遮掩一下 不要让他在家人面前为难 之后克莱尔来到楼下 硬着头皮地谎称他和亨利 闹了一点小矛盾 亨利才不肯下来的 言语间还透露他们有点小打小闹 亨利其实是在处理小伤口 掩盖亨利的伤口来源 但等亨利掩盖好的下来后 大家还是惊呆了 亨利这是小伤口吗 这是要被打死了吧 一瞬间 克莱尔成为一个家暴男友的暴力狂 知晓事情的妹妹神助攻 赶紧转移话题 父母还是心疼女儿的尴尬 顺坡下驴地聊其他话题 谁知不懂是大哥还要追究到底 试图营造克莱尔不仅不聪明 还是一个暴力狂 哪怕是父母已经怒目而视 让他闭嘴了 大哥还在喋喋不休 克莱尔歇斯底里怒吼自己的不满 他和妹妹就是普通人 成绩不好又怎么了 他们活得很是开心 并为自己的职业感到自豪 而且他这个不成妻的女儿 就要嫁给一个图书馆管理员 去追求自己的幸福了 克莱尔说完就怒气冲冲地走掉了 亨利怕他出事前 强忍伤痛地去追 等他到房间里时 却发现克莱尔已经跳窗离开 目的地就是当初的秘密基地 亨利瞥了一眼克莱尔的话 似乎明白了什么 说该妹妹这个最强理发师出场了 另一边 克莱尔急匆匆地赶到秘密基地 发现这里不再是童话王国 正如他长大了一般 秘密基地也进入了成人社会 被一切所污染着 克莱尔无力地瘫坐在地上 回忆着小时候的童话美好 回忆着不会出现在这里的人 看着眼前这个熟悉的亨利 克莱尔意识分不清他是哪个亨利 脑海里闪过许多亨利 从初遇到结束的152次 152个亨利的闪现 克莱尔发现无论是哪个亨利 其实都只有一个亨利 就是那个眼中只有自己的亨利 亨利表示自己可以为了克莱尔 去模仿他心中的亨利 克莱尔表示不用了 因为他从始至中都是亨利 并言明老年亨利曾经跟他求过婚 他并没有说出答案 这一刻他可以告诉亨利 他愿意 两人情到深处地热闻起来 结束了前半生爱情的颠沛琉璃 也开始了后半生婚姻的金戈铁马 对于婚姻 亨利开始变得惶恐紧张 因为无论是老年的亨利 还是他遇见的未来朋友 都透露了一个意思 亨利可能42岁就没了 他不知道没有自己的日子里 克莱尔要怎么办 这一刻他想起自己的父亲 自从母亲去世后 就酗酒地自暴自弃 每天看着母亲的录像带发呆 疏远了对亨利的照顾 父子俩也因此交流不多 如果不是亨利结婚需要他 待而媳妇见公公 父子俩都不会主动见面 正因为自己失败的家庭 亨利不仅为未来担忧紧张 这导致他不断并发地穿越时空 而且永远都只会穿越一个地方 就是他们未来的房子 房间里只有克莱尔一个人 一遍一遍地看着他们的结婚录像带 宛如当年的父亲 这让亨利变得很是惶恐 他起初想吃药来稳定情绪 可完全没有用 他还是在不断地穿越 而且穿越到每一个场景 都是他最害怕的场景 他和克莱尔因为穿越夫妻不合 每天吵到大打出手 自己终究没能活过42岁 留下克莱尔一个人孤苦伶仃 在最后一次穿越时 亨利发现每次穿越时 克莱尔都会抱着哭的盒子里 全是厌孕棒 以及家里那另类的特殊装饰 和一旁捂着肚子 不停哀嚎的克莱尔 亨利似乎猜出了答案 他找到这个时空的亨利询问真相 正如他猜测的那样 婚后的夫妻俩想要个孩子 可谁知穿越的那个病是可以遗传的 孩子在娘胎里就开始穿越 克莱尔一次一次地怀孕 一次一次地流产 他不想放弃要个孩子 可亨利不想伤害他的身体 便偷偷地劫砸了 夫妻俩为此天天吵架 28岁的亨利非常生气 他不懂命运的无奈 就知道对方怎么可以让克莱尔伤心呢 一拳就把36岁的亨利打穿越了 等到克莱尔闻声出来 发现这是28岁的亨利 他非常的傲慢 自己居然忘记今天是邪游日 亨利也是一阵猛 什么是邪游日 其实邪游日就是大婚之日 36岁的亨利被打飞到那天 眼看28岁的亨利没有穿越回来 婚礼马上就要开始 已经没时间了 父亲他们就只能让36岁的亨利顶上了 不过此时的亨利两并斑白 怎么隐藏是一个问题 36岁的亨利表示不用担心 他知道结婚的流程 用邪游把头发染白就好了 这一切又是历史的一部分 亨利并没有结过婚 而是和29岁的克莱尔一起看录像 才知道婚礼的进程 上台前 36岁的亨利问了父亲一个问题 如果他当初知道未来 还会和母亲结婚吗 现在会后悔吗 父亲表示很后悔 但不是后悔跟母亲结婚 而是后悔跟母亲结婚的10年 没有竭尽全力地去爱他 最爱的人 终归还是自己守护最好 36岁的亨利顿悟了 婚礼开始 克莱尔就知道亨利是穿越来的 但他并没有在意 无论亨利在哪个年龄段 亨利就是亨利 欣喜地与亨利步入婚姻殿堂 此时观看录像的28岁亨利怒吼 他们不应该结婚的 这段婚姻注定是个悲剧 29岁的克莱尔表示这个大家都知道 你看婚礼的主角哪个是开心的 婚姻不是熊孩子过家家 是驾驶船在暴风雨大海中的航行 到达彼岸的那天 你知道的只是在努力 让乘船来得更晚一些 不过你并不后悔 因为你知道总有那么一个人 陪你乘风破浪 你能做的就是在有限的时间 给予对方无限的快乐与幸福 所以36岁的亨利和28岁的亨利都是悲伤的 但他们还是要继续坚持下去 说到这里 克莱尔突然哈哈大笑起来 自嘲年轻时的自己 贼喜欢成熟的亨利 等自己29岁了 反而喜欢血气方刚的亨利了 亨利变成他喜欢的模样 也失去自己的模样 看来自己的喜欢不是那个年龄段的亨利 从始至终都是亨利 克莱尔让亨利有机会穿越了 多来看看他 亨利表示这个不好吧 他们都是各自结婚的夫妻了 背着另一半见面是怎么回事 克莱尔阴险地说 因为36岁的亨利劫砸了 而你没有啊 话音刚落 克莱尔就一把扑倒了亨利 第一季的故事到此结束 相对比解说提取部分主线来说 原片六集的故事和细节 更加的饱满和环环相扣 相当的值得观看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看